末世降临时 我在将空间交给国家 还是用它保护家人之间选择了后者 季妹知道了我拥有空间的秘密 伙同男友活活碾碎了我的手指 逼我交出空间 连我的亲生父亲也劝我放手 我不甘心把末世的希望交给这群白眼狼 临死前 我自爆空间拉上他们所有人陪葬 我们死后双双重生 这一次我不会再偏心家人 我要把空间交给国家 正文开始 凌晨零点 窗外响起一阵动物嘶吼 我还陷在前世的噩梦中 挣扎着仕途苏醒 一道黑影悄然出现在我眼前 有人来了 我猛然睁开眼 一个翻滚 避开黑影伸过来的手 是我的继妹 席圣欢 我俩面面相去 不等我动作 他抢先开口 赵木晨把空间交出来 这幅场景何其熟悉 他不见我行动 心下焦急 直接一个虎扑向我袭来 快把空间给我 做梦 在他扑过来的瞬间 我从床上撑手一跳 往他脑后狠狠一排 随着一声巨响 习圣欢活活将床砸了个洞 他盯着我 眼里带恨 转而又突然笑开了花 我心里一紧 每次习圣欢这样得意的看着我时 我总会遭殃 果然 他扯开嗓子喊来爸妈 他俩还没进来 何止声却传了过来 赵木晨 你又在欺负圣欢 习芬开门进来就是骂 我爸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 虽然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但这种赤裸裸的偏心 还是让我心底一寒 妈妈 姐姐欺负我 她推我 还打我 习圣欢故意露出她的额头 红了一片 宝贝 你没事吧 习芬心疼她 转身狠狠地看着我 你怎么当姐姐的 谁家姑娘像你一样对妹妹 我冷哼一声 你也不问问 你的好女儿都干了些什么 她想抢我的玉佩 那可是我妈妈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习沙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不过是快玉佩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给你妹妹就给了 小气巴辣的 她转身安慰起习圣欢 圣欢 咱不要她的东西 你要喜欢 我让你爸给你买一个 不行 习圣欢发出一声尖叫 我就要那个玉佩 妈妈你不知道 她趴在习沙耳边一阵嘟闹 我眼看着他们母女二人 眼神越发光亮 想看我的目光里全是贪婪 把玉佩交出来 习沙直接伸手来抢 我在狭小的房间里 东躲西藏 莎莎 你们抢木城的玉佩做什么 我爸躲在门口 他没有动手 只是挡住了我离开的唯一通道 那不是个简单玉佩 那是个宝贝 老公 快把他抢过来 有了他 我们就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爸爸神色挣扎 他最终还是选择向我伸出了手 木城乖 把玉佩给爸爸 爸爸挣钱了 就给你买个新的 果然如此 只要是习沙说的 爸爸就没有不信的 明明当初他娶习沙 是为了满足妈妈最后的心愿 妈妈怕自己离开后 没有人可以照顾我 才让爸爸再娶 可现在 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们 更像一家人 爸爸甚至为了那两个人 要拿走妈妈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我喘着粗气 靠在窗户边上 三个人从三个方向 堵死了我的出路 别挣扎了 你逃不掉的 喜圣欢带着得意的笑容 缓缓对我伸出魔爪 乖乖认命吧 赵木城 这辈子轮到我来当就是主了 认命 如果我想认命 上一时也不会自爆空间了 我看向窗外 不知何时起 我家楼下已经被海洋淹没 各色长相怪异的海兽 仗着血盆大口 在城市间肆虐 血色染红了整片大地 城市里蔓延着人群的求救声 我握紧手上的玉佩 向远处抛去 转身打碎玻璃 纵身一跃 身下是无边的海洋 和争獰怪物 假装被我丢掉的玉佩 还在我手上 只是 我进不去空间了 我从昏迷中 苏醒见到的第一个人 是苏一鸣 他从海水里把我就醒 你没事吧 学长 你怎么在这 我们双方同时开口 听到问题又默契一笑 一道难言的隔阂 消失在我们二人之间 苏一鸣是我的直系学长 也是除了我家人之外 我最信任的人 他还曾向我表达过心意 被我拒绝了 因为习生花也喜欢他 我不想为了一个男人 和姐妹反目 就疏远了苏一鸣 没想到再见面 我已经死了一次 我突然想起苏一鸣的身份 他爸爸是军区司令 可以直接联系上 国家有关部门 有了他的帮助 我就可以直接搭上国家的关系 把玉佩交上去 而且 他和我同属于海洋大学 据我上一世了解到的消息 漠视的最开端 就是来源于海洋大学旁边的海域 学长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 跟我回一趟大学 回学校干嘛 他的脸上满是疑惑 我怀疑 这场灾难的起因 就在大学旁边的海洋里 而且 我还知道 你的父母正在大学里找他 只待了一会 就被数不清的海兽包围 要不了多久 海洋大学就会因为海兽太多被放弃 漠视产生的真正原因 也因为它的消失而隐藏 我知道那会很危险 但那是我不能放弃的理由 为了了结上一世的遗憾 更为了拯救千万民众于水火之中 我殷切地期盼着 苏一鸣回看着我 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 我们立刻出发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一道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 走 赵木城 你以为你还能走得掉吗 果然是他 习圣欢出现在我们身前 看见苏一鸣 他眼睛一亮 一鸣学长怎么在这 还和赵木城这种品德败坏的人在一起 学长 你快帮我抓住赵木城 他偷了我爸爸留给我的玉佩 那可是 我爸爸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一边说着我 习圣欢一边扭着身子 往苏一鸣身上靠 苏一鸣横跨一步 护在我身前 往后退了几步 牧城没和我说过玉佩的事 我也相信 牧城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的 习同学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再说 我怕海蛇都要把你当成同类了 你 习圣欢愤怒地指着苏一鸣 深吸一口气 平息下怒火 妖魅一笑 学长这么相信赵木城 可赵木城却不见得这么相信学长呢 赵木城有告诉你 那个玉佩里面有一个空间 可以救人性命吗 学长 你就不想成为救世主吗 不想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势吗 只要你抓住赵木城 他都可以帮你实现 场上一片寂静 任谁听了牺牲欢的话 也不会无动于衷 毕竟权势是最好的诱饵 更何况在末世 谁又能抵挡成神兽世人景仰的诱惑呢 我警惕地看向苏一鸣前 只要他一有动作 我就踹翻他的命根子 苏一鸣还挡在我面前 半天没有动静 他突然发出一声冷笑 你让我动手 我就动手 你当我是狗吗 别说木城的玉佩有没有那个东西 就算他有 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抢来又有什么意义 倒是你 苏一鸣压低了声音 你要是还挡在我们离开的路上 别怪我对女人动手 苏一鸣说话的样子 不是在开玩笑 习圣欢浑身一抖 不自觉让开了路 你会后悔的 苏一鸣 那等我后悔再说 他拉着我的手 光明正大的从习圣欢面前离开 路上我主动交代了玉佩的由来和作用 着重强调他现在没法使用 原因暂时不知道 我猜测是上一世的自爆伤害了他 我向苏一鸣坦诚了心理的想法 我打算把他交给国家 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侧头看我 你舍得 我示然一笑 舍得 怎么舍不得 上一世我自私地拥有了他 结局却无比惨烈 与其让他在我手里引来各方嫉妒 不如让他在他该待的位置发光发亮 我相信国家不会亏待一个 把宝贝上交的功臣 对吧 学长 我冲他俏皮一笑 苏一鸣愣了下 当然 去海洋大学路实在不好走 即使海水已经退去 但海兽的影响还在 温顺的陆地生物也变成了争鸣的怪兽 这是我杀死的第十只柴狗 从今天睁眼开始 我和苏一鸣就没休息过 我浑身散发着血腥气 拎着一把柴刀左右试探 牧尘快来 我找到了一辆车 汽车的轰鸣声从远方传来 苏一鸣坐在驾驶座上 冲我招手 车后身后跟着一群柴狗 脑袋从嘴开始 一分为二露出中间管状的舌头 它们的四肢被其他动物咬伤 残存的血肉半拖在地上 散发着难闻的新臭味 这群柴狗的速度快得难以想象 苏一鸣敞开车门 将我拉上车后 一个凌厉的转弯极限加速 甩开了身后的柴狗 我松了一口气 就要休息 却见一只体型庞大的柴狗 突然出现在车前 它竟然跳上了车一路 爬上了车顶 柴狗锋利的爪子 一刻不停地敲打车窗 嘴巴如同森林巨蟒 试图把车一口吞下 玻璃被柴狗的舌头打碎 我用柴刀挡住 柴狗猛然一击之下 柴刀竟然也出现了丝丝裂痕 不行 如果不把这个柴狗解决 我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 我心下一痕 改挡为批 将柴刀死死插进柴狗嘴里 刀被卡住了 柴狗吃痛更是疯狂 那根钢铁般坚硬的舌头左右横扫 我躲闪不及 身前全是伤痕 啊 我一声怒吼拔出柴刀 双手握住刀柄 捅向柴狗眼睛 鲜血淋漓 哦 柴狗没了眼睛 更要发狂 我趁他一时看不见 死死掐住他的舌头 费尽力气 将他的舌头割下 眼看自己优势尽失 柴狗更是狂躁 他甚至不顾伸下两条腿 在路上拖拽 也要将力爪伸进车里 取我姓名 学长 车向右转 我借车力 双手拉住车把手 两脚一蹬 柴狗发出一声惨叫 消失在我眼前 有惊无险 这次危机总算过去了 海洋大学近在眼前 这次漠视最大的危机 来自海里的海兽 所以哪怕海洋大学 离我们近在咫尺 我们也被海兽缠得无法脱身 你还好吗 我刚杀完一只小型螃蟹怪 就收到了苏一鸣的关系 我还可以 稍作休整 我和苏一鸣背靠背 又准备出发 我警惕地看着四周 准备随时对付那些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海兽 这些海兽的长相 真是无比怪异啊 苏一鸣突然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回想起一路上杀死的海兽 点了点头 确实 无论是长了两个头的紫色章鱼 还是多长了四只脚 可以在陆地上出现的蓝色怪鱼 它们都不像我熟悉的海洋生物 反倒像基因进化图中 出了差错 制造出来的残次品 残次品 灵感在我脑海一闪而过 我还没来得及深究 那究竟代表着什么 我猛然察觉到 有一股净风冲我脑袋起来 我赶忙将头偏向一侧 却还是被东西擦伤我耳朵 这竟然是一颗子弹 苏一鸣拉着愣神我的 朝海边的岩石躲去 在枪林弹雨中 苏一鸣发出一声闷哼 你中弹了 我扭头焦急地看着身边的人 他捂着手臂满脸痛苦 没事 我没事 苏一鸣从身上撕下一块碎布 绑在手臂上 他从岩石边上探出一个头 一颗子弹飞来 将他逼了回来 是习圣欢 他带着一车的人正朝我们过来 他身边站了个黄毛男的 枪在那个黄毛男人身上 习圣欢竟然还是他 他身边的男人恐怕就是上一世 和他一起为非作歹的男朋友 黄毛本来就是混黑社会的 到了末世 弄把枪对他也不困难 他们不远万里来追击我和苏一鸣 肯定是因为习圣欢告诉了 他们玉佩的事 如今他们有枪 苏一鸣还受伤了 四下孤立无援 我一时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才能破开现在的困境 别慌 有我在 苏一鸣安慰我 论完枪 十个黄毛夹起来 也不是我的对手 牧尘 我既然答应过 你要带着你回学校 我就不会食言 他把我藏在身后 一个人站了出去 习圣欢 我们谈谈 习圣欢一挑眉 谈什么 玉佩我可以交给你们 前提是你要放我们俩走 哼 习圣欢发出一声冷哼 你以为你们还有的选吗 玉佩是我的 你们的命我也要留下 玉佩秘密 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苏一鸣冷下脸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 玉佩我们不会交给你 你想要我的命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你也知道我爸的身份 他们知道我在海洋大学 不可能不来找我 你一旦对我动手 我苏家一定会倾尽全力 为我复仇 到时候就看 是你活得长 还是我苏家的报复厉害了 习圣欢被威慑住了 他身边的黄毛听了这话 满头雾水 婷婷这小子谁啊 这么嚣张 等我一枪毙了他 看他还怎么跟你说话 黄毛就要抬手 被突然出现的老人拦住 老人戴着眼镜 满脸斯文像 就是个子过于瘦小 显得整个人有些猥琐 他说话带着一些口音 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方言 等一下 我们不能贸然动手 黄毛有所不服 习圣欢赶忙上去软着身子安抚 王哥 我觉得苏一鸣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我们想要的 也只是玉佩 等我们有了空间成为救世主 他俩的命哪还用我们自己动手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们一马 黄毛勉强同意 苏一鸣抓住我的手 站在海边悬崖上 玉佩呢 就在这 你们派人过来哪 习圣欢和黄毛对视了一眼 老人又开口 让黄毛去 黄毛无奈 拉开枪的保险杠向我们靠近 我警告你们 别想耍花招 不然别怪我的枪不长眼 他一点一点向我们接近 苏一鸣捏了捏我的手 他拿着玉佩走到黄毛面前 递出手上的玉佩 黄毛十分警惕 一手用枪指着苏一鸣的脑袋 一手拿起玉佩 玉佩到手 黄毛显然放松了警惕 他歪着头撇我 突然扣下扳机 苏一鸣一直防着他动手 就在他扣下扳机的一瞬间 打歪了手枪 枪口朝地 子弹打穿了黄毛的大腿 啊 黄毛发出一声嚎叫 苏一鸣抢过他的枪 挟持住他 别动 再动我就杀了他 习圣欢犹豫的看了看老头 老头丝毫不在乎黄毛的死活 挥了挥手 示意身后的人动手 救我 救我 黄毛的血流了满地 也没法改变他们的决心 苏一鸣朝奔勇而来的人群里 打空了全部子弹 一个人倒下后 还有更多的人站起来 他们像感受不到身体的疼痛般 一窝蜂地朝我们涌来 苏一鸣打不过那么多人 更何况他还受了伤 他抢过黄毛手上的玉佩 跑到我身边 我身后就是身不见底的悬崖 苏一鸣把玉佩交到我手上 老头派来的人 跑到了我们身边 苏一鸣挡在我身前 替我挡住那些人的攻击 他不断发出闷哼 一口鲜血从他嘴里吐出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望向远处得意的牺牲欢 突然想起来老头的身份 老头是我曾经的认可老师 海洋大学的教授 他专门从事海洋生物的基因研究 还曾因为有过突出贡献 被海洋大学评为十大优秀教授之一 他以前上课给我的感觉 总有些怪异 不知道为什么 当他提起我国的海洋话题时 整个人表现得很冷漠 而再说到东英国的海洋生态 他在不经意间 总会流露出一点自豪感 或许只是我敏感 但他的身份总让我觉得不简单 苏一鸣已经快撑不住了 喜盛欢还在远处叫嚣 赵木辰赶紧交出玉佩 你也不想看见学长被活活打死吧 学长的手上沾了血 他扯住我的衣服 不行 不能给他们 没想到重来也是我 还是落到了这番境地 我心里有些悲伤 玉佩说什么也是不能交给他们的 不能因为一个人 酿成全人类的大错 我下定决心 冲苏一鸣笑了一下 要死也是咱俩一起死 最后时刻 我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拖着苏一鸣跳下悬崖 苏一鸣早在跳崖的时候就晕了过去 我抱着他静静地等着死亡的降临 好累啊 不管是重生回来时遇到的险境 还是家人的紧紧相逼 都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 或许 我的重生是有错误 或许 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注定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改变些什么 真希望一会摔的时候 不要摔得稀碎 我在心里暗想 突然一到啄目的白光闪过 一道强大的力量 把我和苏一鸣吸引了进去 玉佩里的空间 能用了 生的希望 一下在我心中燃起 有救了 我环顾这个熟悉的空间 在不远处 发现多处的一汪泉水 澄澈清凉 带着点点星光 这是 灵泉 太好了 苏一鸣悠久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费尽力气将苏一鸣放到了灵泉中央 做完这些事 我再也坚持不住昏了过去 不知道我们在海里漂泊了多长时间 再睁眼 海洋大学就在我们正上方 一只巨大的章鱼 盘缓在大楼上 无数眼珠布满了它庞大的身躯 一争一灭之间 身躯扭动 苏一鸣还没醒 灵泉缓慢地修复着它的身体 我躲在空间内 静静观察着这些奇异生物 每一个都显得那么怪异而猎奇 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呢 海洋大学已经被海兽占领 苏一鸣的爸妈也不知所踪 就算我有心要把空间上交 我也不知道去哪才能接触到他们 就在我垂眸思索的时候 一声枪响打破了宁静 是席生欢追上来了吗 我操纵着玉佩小心观察 在海洋大学的校园里面 发现了一群人 他们穿着迷彩服 每个人武装精良 手持长枪不射击 他们要从海洋大学里突破 但太多的海兽挡住了去路 苏上将 别管我们了 你快走 别废话 我是不可能放弃你们的 姓苏 他们和苏一鸣有什么关系吗 我细细看去 果然发现 为首的人与苏一鸣有几分相似 我要救下他们 他们武器如此精良 猜测是有人在背后支持 可能是苏家父母 但只要他们有这个能力 我就能放心把空间上交 而且 就算是为了苏一鸣我也要救下他们 我带着空间闪到岩石后方 那有一个小空间正好让我容身 借着岩石的遮掩 我向外探出头去 空间里还留有上一世 我为家人寻找到的枪支弹药 我趴在地上举起手枪 撑住兄弟们 有人来救我们了 军人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从旁协助 一段混乱的厮杀之后 海兽的数量越来越少 眼看他们就要脱困 突然 遮天蔽日的阴影笼罩在我们上空 一根兴气的触手向我凌空抽来 是那只庞大的章鱼 他动了 章鱼挥舞他数不清的触手 从四面八方将我们包围 我趁机跑到军队前方 来不及寒暄 将手里的枪支弹药丢给他们 快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苏上将招呼着大家往前冲 一根触手横空挽住了我们的去路 章鱼缓慢爬到我们跟前 他低着头看向我们 他的眼睛左右两层楼那么高 中间细细的瞳孔带着一丝鸿芒 怎么办 我们今天就要死在这了吗 身后有人在低声哀叹 不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空间或许能容纳下这么多人 我心神异动之间 一道白光笼罩在军队上方 章鱼见了白光 不知为何突然开始发狂 眼中鸿芒更甚 无数根触手死死将我们缠绕 细盘里冒出坚硬的牙齿扎在人身上 血液一时间扑在满地 章鱼身下的孔洞伸出数根细小丝线 包裹住人的脑袋 快收 一道耀眼盛大的白光闪过 连带着那只巨大的章鱼一起进了空间 空间内 军人们在四面散开 左右躺了满地 章鱼怪呢 我一进空间就左右环顾 那么大一只章鱼怪呢 视线所及之处 拒不见章鱼怪庞大的身影 拿着手枪我一步一步向前搜寻 终于在灵泉里发现了章鱼怪 这一件 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 这 这是章鱼怪 眼前在灵泉里畅游 左右摇摆 发出铺鸡的紫色小可爱 难道就是刚刚那个 让人闻风丧打的章鱼怪吗 我看着他身下的灵泉若有所思 或许 我真的能拯救世界 苏一鸣从昏迷中醒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苏上将 哥哥 你怎么在这 我向他解释了 这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事 都是我不好 哥哥肯定是来找我的 他知道我在海洋大学 苏一鸣的话里充满愧疚 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哥哥 我也不会发现 原来灵泉还有这个作用 我把小章鱼从水里捞起 他的触手和我的手指纠缠 痒痒的 灵泉好像可以进化 这些一遍的动物 但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还记得那个对我们动手 那个老头吗 他也是我们大学的 我怀疑这次的灾难 和他有关 苏一鸣沉思 你说的有道理 那个老头 我记得是学校外聘的老师 他在东营上的大学 身上还有一半东营系统 当年校长招他进来的时候 还引发过一些争议 是他自己保证 一心向国事情才平息 我和苏一鸣对视一眼 从中嗅到了阴谋的气息 再联想到 东营在末世之前 在海洋上动的手脚 这很难让人不怀疑 这次的末世和他们有关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摇头 既然知道你空间里的灵泉 有进化作用 我们就应该赶快把它利用起来 交给国家 让专门的人来研究他 这个末日 我们迟早能把它结束 让我哥哥带我们去 苏一鸣说 他肯定知道我爸妈在哪 有了我爸妈的帮助 灵泉肯定会在最大程度上 发挥他的作用 我也是这么想 与其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寻找 不如把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做 想到那些一变的海洋生物 马上就有机会恢复正常 人类面临的末世 马上迎来曙光 我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 七天之后 苏上降醒来 他惊叹于灵泉的奇妙之处 更惊讶于我的行为 你真的要把这个交给国家吗 是的 苏一智一把拍住我的肩膀 牧尘 国家和人民会记得你的贡献 我们现在就出发 苏司令已经在隔壁市建立了安全区 那个安全区里 有现在最先进的科研团队 是我们之前从海洋大学拯救出去的 他们对海兽的研究很深入 一旦有了灵泉的加入 他们一定会研究成功 事不宜迟 我将所有人移出空间 其他人将我包围在最中间 一行人急速向隔壁市安全基地出发 一路上遇到挡路的怪兽 我就抛洒灵泉 有的有效 但有的只有一半效果 异兽恢复了神志 可身上的异变却没有消失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异变的时间很长 是最开始就异变的那一批 看来哪怕有了灵泉 想要救他们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苏一指紧皱眉头 带着众人加快速度 去安全基地的路上 会经过一片森林 那是这一路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时刻警惕着前进 一进森林 就被一只便衣老虎找上门 他的虎牙 全长在嘴外流着腥臭的口水 一双虎目将近掉出眼眶中 他的身躯像左拼右凑而成的怪物 我像之前一样抛洒出灵泉 灵泉粘粘在虎怪身上 冒出一阵白烟 太好了 他马上就要得救了 身前一个人发出一声欢呼 不对 我突然发现一些不对劲 虎怪没有恢复 大家动手 借着白烟的遮掩 虎怪一声咆哮 冲我们俯冲过来 他张开血盆大口 嘴角从上往下裂开 吐出一丝寒光 我抄起手里的刀进行格挡 竟然掉出一枚子弹 怎么回事 苏一鸣一边和老虎做争斗 一边大声问我 这不是正常的一边兽 他体内有子弹 他是被人为改造的 空中突然传来一阵掌声 一只大鸟缓缓从空中降落 江教授带着一队人站在鸟背上 他们各个手上都拿着枪 习圣欢依偎在江教授身旁 面色潮红 鸟的最前方还跪着两个人 他们的面貌隐约间让我感到十分熟悉 看来你们对领也不是没有聪明人 赵木辰 看看我面前这两个人 你熟悉吗 我定睛一看 是我亲爸和继母 江教授一声令下 刚刚还狂躁不安的虎怪 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鸟从空中降落到地上 我这才发现这只鸟 竟然不全是变异动物 它的另外两双翅膀是金属制造 而他的鸟头 一半是变异的怪兽 另一半是猙獰金属 江教授命人压着习沙和我爸向前 他们被抢破跪下 江教授面带得意 勾搂的身子更加猥琐 赵木辰 我们来做个交易 把你的玉佩交给我 我放了你父母 不然你就等着在地狱和你父母相见吧 习沙听闻 在地上翻滚着 向前爬了两步 他尖叫着哭喊 救救我 木辰 救救我 我面上不带一点神色 你又不是我亲妈 我为什么要拿玉佩去救你 习圣欢 你的亲妈 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送死吗 习圣欢身体一颤 他慢慢抬起头 丝毫不在乎的模样 妈妈要是死了 也是你不愿意把玉佩送给教授的缘故 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又软下声音 姐姐 你就答应江教授吧 只要你答应了他 之后的荣华富贵就有个你挑了 我冷眼看着习圣欢像一条蛇腰一般扭着身体 匍匐在江教授身下 江教授捏着自己人中的那批小胡子 眼神里泛出金光 赵小姐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笔人江口和夫 来自东营国 你所见到的这伟大的一切 都来自我们这个神圣的国度 赵小姐 我代表帝国诚恳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帝国 有了你的加入 我们帝国肯定会称霸这个世界 江口和夫张开了他的手臂朝天望去 眼神里充满狂热 你疯了 苏一鸣怒斥 我更是难以抑制心里的愤怒 为了一己之私 将整个世界变成人间炼狱 他们这样的国家怎么配称为人 看到了 哪怕你有那种神奇的宝贝 我的宠物们 也不会再恢复成以前那样 以你们区区普通的人类身躯 又怎么可能抵挡住他们的攻击呢 我沉默着 江口和夫抬手 两声枪响之后 袭沙和我爸各自扫了一条腿 啊 赵大琪哭出声 他痛得泪涕横流 拖着紧剩的一条腿上前抱住我 女儿 我的好女儿 就把玉佩给他吧 就就爸爸我吧 我不想死 我低下头 攥紧了拳头 赵小姐 考虑好了吗 是你的贪婪造就了这一切 一声口哨声响起 怪鸟和虎怪各自发出尖锐的叫声 煞时间 地动山摇 数不清的生物怪从森林中窜出来 江口和夫身后的人 持枪上前 率先就把袭沙和我爸杀死 袭盛欢看着袭沙的尸体 发出一声哀嚎 他趴在袭沙的尸体上 颤抖着身体 苏一鸣站在我身前 一枪一个怪物 苏一智走到我身边 牧尘 我们护送你出去 这里安全区不远了 你只要能到安全区 江口和夫的算盘 自然也全都落空了 就是 你快走 我们在这替你挡着 一个士兵站出来 他脸上满是认真的神色 我记得他 休息时 他还送过我好吃的水果 他还笑着想劝我离开 一个转身之间 就被虎怪的案件射穿了心脏 不要 我惊慌失措地冲上前 捂住他的胸口 被苏一鸣一把拽起 小心 又是一个变异兽 赵沐辰 你快走 苏一鸣双手一松 头也不回地 冲进了异兽巢 到处都是血 也到处都是人 江口和夫站在最远处 像看着猫戏弄老鼠一般 看着我们 我怎么可能离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掏出手枪 也参与了进去 一边打 一边指挥着玉佩 四处喷洒灵拳 我不相信 这儿的所有变异兽 都被江口和夫改造过 哪怕只恢复一两只 对我们也是轻松 越来越多的异兽 在这里聚集 偌大一片森林 都被异兽占据 江口和夫担心 这些异兽威胁到自己的安危 召回怪鸟 载着他飞上空中 江口和夫还带着席声欢 他至今还沉溺在 失去母亲的痛苦中 想来也是 虽然袭杀对我刻薄至极 但对他的亲女儿 还是掏心掏肺的 异兽在灵拳的帮助下 有的恢复了神智 还没来得及 脱离这个可怕的战争圈子 就被疯狂的异兽们 踏死在脚下 二十几人的军队 只剩下了七人不到 苏一鸣和苏一只 背对着我喘着粗气 他们身上伤痕累累 全身充斥着 令人无法忽视的血腥气 灵拳使用过量 我的脑袋一阵一阵地跳着痛 甚至眼前一阵模糊 要坚持不住了 我机械的挥舞着手上的柴刀 子弹早在战争中消耗殆尽 等着把柴刀断了 我只能赤手空拳上阵了 赵小姐 看来你是活不下去了 江口和夫俯视着我 用高高在上的语气施舍 既然玉佩帝国拿不到手 那你们华国也别想拥有 出于对你是死不从的敬佩 等你死后 我会回来为你收尸的 如果你的尸体没有被咬碎的话 怪鸟忽扇翅膀 他们一行人离地面越来越远 虎怪的攻势更加猛烈 就在他凌空一掌 就要击碎我的脑袋的时候 他突然一下停下了动作 什么情况 我擦去眼前粘稠的血液 看见从怪鸟身上 一个人影掉落 怪鸟脑袋上只剩下一个人 我仔细一看 是席圣欢 他直直地站立在怪鸟头顶 我和他对视了一眼 他没再有多的行动 驾驶着怪鸟直接离开 江口和夫摔在地上断了两条腿 他没想到席圣欢会对他动手 更没想到 那个女人竟然有那种本事 能学会他操纵异兽的本事 他慌乱看着周围躁动的异兽 救我 救我 东营帝国会感激你们的 哼 做梦 我看着异兽将江口和夫啃食干净 地上连血都没流下 可江口和夫死了 异兽暴乱还没有结束 我从玉佩中压榨出最后一点灵拳 撒在了异兽身上 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我耗尽力气 支撑不住身体 半躺在地上 我仰视着眼前美丽的天空 闭上了眼 或许到最后的时候了 身旁也听不到苏一鸣他们的声音 挣扎抬眼一看 他们也倒下了 我们可能要死了 死在东营人的设计里 我不甘心啊 我的死怎么能和他们扯上关系 这样死了会被祖宗骂的 恍惚间 我好像闻到了海洋的气息 不是幻觉 在海洋大学被我救下的小章鱼 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他后面跟着一群海兽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脱离了海水 出现在陆地上 小章鱼缠上我的手指 他发出扑鸡扑鸡声 好像在冲我说 没事了 你安心地睡过去吧 好可爱的小章鱼 我一下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我躺在了床上 这是哪 我自言自语出声 惹来屋外的人 赵小姐 你好欢迎来到明日安全基地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苏天斌 这是苏一鸣的父亲 我们得救了 苏一鸣他们还好吗 他们很好 都在接受医生的治疗 一个名叫牺牲花的女生 告诉了我你们的消息 但等我派人去救你们的时候 医手已经消失了 能告诉我 你们发生了什么吗 我不自觉流出了眼泪 终于 我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我把所有的事 一股脑告诉了苏天斌 又拿出了玉佩 这就是装着灵犬的玉佩 我把它交给你 苏天斌正住 他颤抖着手接过玉佩 又朗声大笑起来 他拍着我的肩膀 把玉佩还给我 牧尘 你放心 我们跟东营不一样 我们不会动你的玉佩的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 你只需要用灵犬 协助他们研究就可以了 剩下的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了 你为人类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历史不应该埋没你的名声 苏天斌神色认真 我的内心一阵感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拼死 也要把玉佩上交给国家 他们心里始终装了人民 在灵犬的帮助下 科学家们成功研制出了净化剂 基地安排了直升机 在空中喷洒 大多数异兽都恢复了正常 而我们也终于了解到 这场漠视真正的真相 一开始 只是东营向海里释放的核污水 再接着就是 他们发现 生活在东营海域的海兽 都产生了一点 他们一边对外隐瞒事情 一边拿异兽做实验 经历过一系列 惨绝人寰的生物实验之后 他们终于创造出了一种 生物和机械共同存在的异兽 他们想借着异兽一统世界 就在暗中加大了污水的排放 促进生物变异 等异兽将各个国家摧毁殆尽之时 他们再以神明的姿态出现 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到那时 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东营的计划了 还好这个世界 有有最后的一点善意 灵犬就是克制异兽的最大法宝 甚至多数异兽 因为吸收了灵犬 演绎出基因进化 有的产生了模模糊糊的神志 假以时日 这个世界会因为这些动物 而大有不同 人类也会在灵犬的滋养下 演变出新的进化神态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除了东营 和物质自身所携带的污染 并不仅仅针对动物 人类在和它接触中 也会产生一变 其余国家 由我国提供的进化剂 成功控制住了局势 可我们从来不是一个 只有善良的国家 对于某些人 一味的善良忍让 只会让他们形势更加猖獗 苏一鸣来到我身边 东营灭国了 他神情微妙 刚刚收到消息 他们最后一批人 也因为基因溃烂死亡了 世界上再没有东营这个国度 多行不易必自闭 是啊 我们要引以为戒 苏一鸣笑着牵上我的手 我也紧紧回我住 晚安